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 王上 你 自处 你来干什么 寡人又没有废后 你依然是大秦的王后 寡人的宠心 你也没有权利拒绝 还是你以为 只要寡人同意 你便很能吕不韦救梦重圆 你是不是疯了 我失去了南郡 可我 闭嘴 寡人不想再听了 寡人 寡人不甘心 寡人好不甘心啊 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何事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不管有什么困难 既是夫妻 就应该一同去面对 子处 这世上 还有秦王 解决不了的难题吗 虽然如此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王上 请你立刻离开 请你立刻离开 如今春风得意的米粮人 谁得罪你了 王上软禁了王后 却深夜前去探望 可见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 真不知道那是怎样的女人 连一句软话都不会说 王上却待她如珠如宝 只怕将来醒过神来 王后还有负起的机会 你以为天下的女人都要像你一样 却要像男人献媚才能生存吗 再伤你的敌人 贬低你的同盟 这是什么道理啊 我宁愿要一个昂着头的敌人 也不愿意 拥有匍匐在地的同盟 你 好了 都是小事 为了大局各自退让一步 太后 如今王上的一切隐时 都有我来照应 未免再生事故 不如先下手为强 愚蠢 你以为 白仲拥有手中的两万军队 便可高枕无忧了吗 且不说蓝田驻军 整个咸阳城的护卫军都难以对付 你是想拿着我们所有人的性命去冒险吗 那你说该如何是好 只要得到虎符 一切便可迎刃而解 虎符 您是让我去到虎符 不行 这太危险了 丝罗 你可别忘了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可都是为了你的儿子 成脚 王后可不是一语之辈 若有朝一日 她长了群 第一个 怕是就要拿你势道 这些贱人下菜碟的东西 竟敢如此冷待王后 王后 一些小事 不值得生气 我肚子饿了 觉得很香 不愧是大秦王后 好气度 好忍性啊 你还真敢用啊 不怕我下毒吗 千辛万苦的筹谋 眼看大功告成 你当然要我亲眼目睹你的成果 才赢得痛快啊 你呀 真是我见过的 最虚伪的女人 永远都是一副千功的态度 为自己博取名声和喜爱 到了现在 到了现在 还能端出一副笑脸 来对待对手 真能忍 公主过奖了 你才是我见过最任性的女人呢 公主 这个称呼 好久没有人唤过了 南郡发生瘟疫 你赌定我会去 你比谁 都关心大秦的臣民 比谁 都在意大秦的未来 你是 太子的生母 怎么能够容许 在他当上大王之前 大秦就陷入一片混乱呢 更何况 你的内心 总有一股血泳之气 对琼华和殷小春 你都是一样 明明不关你的事 可一定要去管闲事 我要告诉你 意气用事 承恶扬善 固然痛快 但是往往 也会将你逼入绝境 公主真了解我的弱点 连我落到这个下场 都想好了 我就不明白 华阳太后 想要争夺大秦最高权威 米思罗 想要立成脚为太子 你 又想得到什么呢 当然是 你说不要 就不要的丈夫了 公主 都过去多少年了 你还没有死心啊 为了她 我抛弃了属于自己的一切尊重 到了现在 怎么可能轻易舍弃 得到或是毁灭 二则其一 没有退路 实不言 秦不语 公主自便吧 好好吃吧 过段日子 连残羹冷炙 都用不上了 公主 怎么 愿意求饶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你是大秦公子 紫夕的爱妻 将来再得到紫楚 百年之后 你的光果之中 你和谁合葬呢 好毒的一张嘴啊 我倒是要看看 等你的儿子生死人手 还笑不笑得出来 王后 你何必刺激她 向她求饶 她便能就此罢手吗 好 恒恕不能 气气她也好 用膳吧 王后 看来 我真是高估了她的人品 怎么这么多沙子 你刚才拿来 你走 还是要走 一路 后面 最高的 你不要走 你哪有 走 我带你过来 留火口 琥珀 取取药来 诺 你的伤口还在流血 快回来坐下 你再不听话 我就把你送出宫去了 手 王后 您朕不该呈口舌之快 如今王上宠爱不在 您也陷入危险之中 王上封锁了消息 直说您还没有回宫 连太子那边都瞒过去了 若他在 至少还能有个转环 能再给我讲讲他的事吗 谁 琼华 你来雍门宫好几年 和我说过的话不超过一百句 每次开口必问琼华 看来你这个姐姐 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 所有人都说 她是祸国殃民的打己包私 偏偏人却活得那么张扬 便是惊鸿一现 也让人刻骨铭心 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面 一个女人能活到这个份儿上 亦是一种成功 你刚才问我 为什么要逞一时之快 与王上离心 我想说 所谓的贤良疏德 斗争智慧 充其量就是一种妥协 像这个世道妥协 一个女人活在这世上 绝不是为了求一个好的姻缘 寻一个锦绣良人 而是为自己活着 痛快地活着 这是我从赵国王后身上看到的 亦是从琼华身上学到的 让我虚与威仪地与丈夫心欢周旋 为了大秦王后的富贵全是哑人 还不如死了畅款 你的手包好了 记住 你得每天换药 让虎婆帮你 公子傅 你疯了 脚羹还未站稳 便急着铲除王后 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 我这样做是为了大局着想 斩草不除根 避留大患 我看你根本就不是为了大局 你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恐惧 她究竟有什么可怕 让你恐惧到这个地步 你知不知道 昨夜那两个人 都折在了雍门宫 她只是一个失事的女人 杀刘如何 人家正在瞌睡 你便去送枕头 若不是华阳太后封锁消息 不让王上得知 今日 王后便可彻底翻身 你在宫中平安无事 不过是她懒得理会 你当真以为自己那点小伎俩 能够和她相争 我警告你 不要再轻举妄动 若是坏了我的计划 绝不轻饶 公子夫不必动怒 我不会再轻易妄为了 虎夫拿到了吗 拿到了 王上的病情如何 王上的病情又加重了些 近日来 连看文简的精神都没有了 还是让患者令念给他听的 一日有半日都在昏睡 白将军的大军到底何时能到咸阳 他是平叛的功臣 堂堂正正率军回室 不出三日便可到达 盟傲将军率军攻卫 如今大军正在向高都进发 顾不上秦宫内乱 各郡县驻守的地方兵若无征兆 也不得轻举妄动 王公 魏魏都已归顺 便只剩下驻守咸阳的护卫军 能不能让手中的虎符发挥作用 便要靠你了 便要靠你了 拜见同事 王上接到密报 南郡瘟疫蔓延 其他郡县动荡不安 有人想趁乱潜入咸阳图谋不轨 王上诏令令我全面接管 兵入咸阳 虎符在此 特使大人 这调动守卫咸阳的屯兵 可是大事 王上这次怎么不判患者令 或者是王 依秦律 虎符在首 秦王诏令应立刻传达 不可有片刻激流 中卫大人 您是想抗令吗 一个女子竟敢冒充宫中特使 诶 说 武服从哥尔来 你去 你们不过三人 就算杀了我 怎么能去世四万屯兵 简直痴心妄想 中卫大人 您的父母 希儿 全部亲族 如今都在我们手中 我劝你 还是乖乖和我们合作的好 纵然你杀我全族 我也不会谋反叛乱 吕不韦娇横跋扈 把持朝政 王上欲剪断他的羽翼 并行委派大秦相邦 吕不韦怎么会束手救秦呢 请护卫军入咸阳 只不过是想镇压逆臣 以防不测 绝无犯上作乱之心 挟持王上发号施令 纵然不是谋反 亦有夺权之心 中卫大人 我劝你 还是好好想想 再做决定 这些护卫看着都衍生 难道是换房了 是 太后 老奴也发现最近宫中守卫 严密了许多 卫卫日日在宫内候命 老奴凭人要去哪里 从来无人管束 如今换了一批新卫 总是不免一番盘缠 连你都盘缠 这是王上的诏令 任何人出入宫境 都需要接受严密的盘查 走 我要立刻去见紫楚 王上 该用药了 王上 王上 碧妾知道您不耐烦 可是天下的良药皆是苦口 医师说了 只要再服上几剂药 身子便能大好了 是吗 碧妾怎么敢对王上妄言呢 所以 还是请先用药吧 父王 太子 让开 太子 太子 这个时候 你不再和师父们念书 跑来这儿干什么 父王 母亲到底犯了什么错 为何要软禁她 正儿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回去 太子殿下 王后擅自出宫 惹怒了太后 让她竟私几步 也是太后的意思 你不配跟我说话 正儿 父王 我再问你 母亲到底犯了什么错 为何要软禁她 谁准你这样对父亲说话 为何好处不选 偏选你母亲的桀骜任性 自正儿又是起 便到处受人欺凌 羞辱 那段漫长看不到头的日子 是母亲陪伴我的 我从来只知有母 不知父在何方 自然只会学她 孽子 父王 感谢你送给我的这份礼物 希望你记得 这一巴掌 打碎了我对你最后的敬重 我现在 真的只是个 有母无父的 逆子 太子言行无状 编二十 求于取台宫 什么时候认错 再放她出来 诺 太子 王上救我 此等祸死 父王也看得上 太子殿下 王后不愿毕切伺候王上 才会口出恶言 怎么连你也 尔是何等 无有自知之明 拉下去 别碰我 我自己会走 王上 太子年纪还小 又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受罚 所以才会出言不逊 请王上不要动怒 日后好好管教便是 真没想到 他竟是如此狂妄 听他的口气 简直跟他抹气如出一辙 丝毫不把寡人放在眼里 王上 你也亲眼看见了太子的气度 绝对容不下我们母子二人 只怕将来真有万亿 似罗出身卑剑 死不足惜 可是成脚呢 有一个脾性如此暴力的凶长 将来他可怎么办呀 所以王上 即使您再生气 也请您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四罗和成脚 将来还得仰仗您呢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寡人累了 想些些会儿 拿碧气再重新熬一碗药 王上稍后 请您 拜见太后 子楚今日好些了吗 怎么听医师说 他服下的药不太见效啊 太后 王上昏睡未醒 闭门谢客 任何人都不见 包括她的生身母亲吗 子楚说的 太后恕罪 的确是王上亲口所言 毕切只好冒犯了 我怎么看 你整个人倒是容光焕发 像变了一个人 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发生了吗 这都被太后瞧见了 的确是喜事 王上要废太子 立成脚 你说什么 王后私自出宫 出言不逊 处处挑战王上的权威 连同她的儿子 也一并遭到了厌弃 今日太子闯宫 更是毁掉了王上 最后一丝怜悯 这都是他们母子二人 咎由自取 怨不得他人 正儿是嫡长子 她从无过错 王上轻易废除 怎么面对宗室 怎么向大秦臣明解释 不行 我要见子楚 让她给我说个明白 太后 你平日不是最爱成脚的吗 怎么突然变卦了 走开 大胆 太后 司罗原本以为 您会站在我这边的 现在看来 比起您向来疼爱的孙子 还是您的儿子最重要啊 既然如此 只好得罪 您到底想干什么 以后您便会明白的 送太后回宫 诺 司罗 司罗 阮禁王上 胁迫太后 您有没有想过后果 您不顾惜你自个儿 难道也不顾惜 自己儿子的前程吗 太后 我正是因为顾惜成脚 才不甘心在为人鱼肉 同为爱子心切的母亲 你应该是最能理解我的吧 宋太后 太后 请 谁 殿下 一时吩咐 请您安心信仰 弃武焦躁动怒 以免伤口不测 留下后患 是你呀 我惹恼父王 已经失事 他人都离我远远的 生怕受到眼泪 你为何还在 奴是太子天生见识 一辈子只能跟随太子 太子去哪儿 奴就去哪儿 想将我求于殿内 没这么简单 我自有办法救出母亲 你下去吧 诺 留下太子后患无穷 是否该向公主请命 早日检除后患 我虽然救了你 可是从今往后 你我便是陌生人 不必为我传递任何消息 也不必做任何多余的事 不 不能去 太后 王上病逝沉重 我们该行动了 你好像特别着急啊 就是为了太子说的话 他们母子二人都瞧不起我 全是一副张狂的口气 早晚有一日 我要叫他们悔不当初 别着急 白仲大军一到 就是你扬眉吐气之事 中了 公子赴的剑术又见精进哪儿 阿世 等等 请太后吩咐 公子夫最近怎么了 总是魂不守舍的 公子夫最近总是噩梦连连 醒来就大发脾气 奴婢得赶紧回去 不然公子夫又得发怒了 请太后恕罪 现在整个王宫都在掌握着 一切皆顺心如意 你说她这是怎么了 她总说自己看见了公子夕的幻影 估计是惊吓过度 太后 王上快醒了 我也该回去了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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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你怎么了 来人 患者令呢 为何不天生伺候 得还生口渴了都不知道 患者令数日前伺候不周 被米粮人逐出六因宫了 寡人的眼睛 寡人的眼睛 四处 痛 愣着干什么 寡人好痛啊 诺 四处 王上的眼睛怎么了 这 说话 王上长期服用的药汤里 含有大量的银杏和甘草 银杏积少成多 眼内冲醒 而每日过量地使用甘草 可能视力模糊 伴有剧烈头痛 日子久了 有可能彻底眼望 药形眼睛复原 只能暂时停药 但王上的 住口 王上 臣说得句句实话 绝不敢妄言 寡人眼睛好得很 再敢胡言乱言 寡人灭你九族 出去 全都滚出去 紫楚 你千万不要动怒 等将来停了药 眼睛自然会康复的 要是好不了呢 要是好不了呢 大秦 怎会有一个盲眼的王上 若是让朝臣和百姓知晓 他们会如何看待寡人 六国的王 皆会嘲笑寡人 寡人将挪为天下的笑柄 寡人不能下 寡人不能下 来人 我没事 寡人一次次对你冷言冷语 为何你的无动于衷 难道你不觉得难堪 更不觉得心痛吗 我曾经说过 只要能够和你在一起 我可以什么都不顾 寡人这一路走来 已经失去太多 王后 太子 还有曾经 辅佐寡人继位的相邦 莫然回首 寡人身侧 根本一无所有 你呢 还想从寡人身上 得到什么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千方百计地来到秦国 想方设法嫁入王室 就是为了再见到你 不管是爱也好 看眼罢 我的生命 注定和你纠缠不清 自主 你听好了 别说你只是眼毛 即便是死 我都陪着你 无论世事 如何变迁 我的心里 只有你一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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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事物不清 可是真的 如此大事 真哪敢胡言乱语 王上离彻底燕马 不过早晚罢了 好 近日王上卧病只能食米汤 近日好不容易起身 碧妾特意准备了鲜肉 酒香都浸透了 您尝尝 好 江熟未熟的青梅 更适合做梅枝 只是烟渍之前 要先去色 没人教过你吗 四十八针的做法 寻常人哪里懂得 都是碧妾的疏忽 这就命人重新换过 好 好 你且再次好好照顾王上 我去去就回 诺 公子傅 奴开死 怎么了 王上在这歇息 这样你好生伺候 像个木头一样 处在这儿有什么用 公子傅恕罪 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 紫傅 你身子刚刚恢复 这儿风大 我扶你回去歇息 良人 那蛇 记住 今日什么都没发生 诺 我马上派人去请尹小春 他肯定有办法救你 不重要了 你还记得 寡人当年 唯治赵国时的情景吗 记得 那时 秦赵连年交战 整个赵国以我为敌 衣食车行都是小事 可怕的是任意的羞辱 和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暗杀 我可以忍 但正儿 自小便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恐惧不安 憎恶的情绪紧紧包围着他 初见他时 他便是一个 喜怒无常 心情暴力的孩子 寡人花了那么多心血 才将他培养成一个 千功有礼 心怀大志的储君 可遇到半点不如意 他便又控制不住内心的兽性 变得凶猛失神 那日 他看寡人的眼神 如同要试杀秦夫 若让他继位 第一件事情 便是要杀了成交 诛灭反对他的大臣 寡人思虑再三 绝不能将大秦的基业 交给这样一位 任性纵情的孩子 以后总有机会管教 来不及了 寡人的身体 自己最清楚 除了让成交继位 没有第二种选择 来吧 计算